破学校 当时,小学生中流行齐声唱,就是大家一起唱几句线编的歌。 小豆豆在以前小学的时候也经常这样。 比如说,小豆豆以前的那个小学,每当放学后,小学生们走出校门的时候, 一边回头看自己学校的校舍一边唱,赤松学校,破学校,走进去一看,好学校。 这时候,偶尔会有别的学校的孩子路过,那些孩子会指着赤松小学,大声地唱着贬笋的歌。 赤松学校,好学校,走进去一看,破学校,哇! 根据学校的校舍是新还是旧,看一眼就能判断出是不是破,但更重要的是走进去一看。 大家虽然还是小孩子,但也知道,比起建筑物来,学校的内容更为重要。 走进去一看,好学校,才是真正的好,歌里就表现出了这个意思。 既然说是齐声唱,一个人的时候自然就不唱,当五六个人在一起,或者人数更多的时候才会唱。 今天下午,八学园的小学生们放学后,正在各自玩着喜欢的游戏。 在最后一遍铃声响之前,孩子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。 校长先生认为,给孩子们一些自由时间,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,在八学园,放学后的游戏时间比别的小学要长一些。 校园里,有的孩子在玩球,有的孩子在玩单杠,有的在沙坑里滚得满身是泥,还有的在修整花坛。 有的高年级女生,坐在门廊式的小台阶上说话,还有孩子在爬树。 总之,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 其中,还有像阿泰这样的孩子,仍然留在教室里,继续做物理或者化学实验,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的,用试管测测这个,试试那个。 还有孩子仍然留在图书室里看书,喜欢动物的天四菌,则抱着捡来的猫,观察猫的耳朵,研究着什么。 总之,大家都兴高采烈。 这时候,从学校外面,突然传来大声的齐声唱,八学员破学校,走进去一看还是破学校。 太过分了,小豆豆想。 小豆豆这时正好在校门那里,因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唱的歌。 太过分了,里面外面都是破的,别的孩子们也都这么想着,朝校门跑过来。 于是,外校的那些男孩子大叫着,破学校,哇,一哄而散。 小豆豆气愤极了,为了平息自己的怒气,他一个人追了上去。 可是,那些孩子跑得非常快,一眨眼的功夫,就拐进小巷里,不见了。 小豆豆非常不甘心,但也只能慢慢地走回学校。 这时,不知不觉,小豆豆唱起歌来,八学员好学校。 又走了两步,接着唱道,走进去一看,还是好学校。 小豆豆非常满意这首歌,回到学校后,故意像外校的学生那样,把头从篱笆里钻进来,大声唱起来,让大家都能听到。 八学员好学校,走进去一看,还是好学校。 校园里的孩子们一开始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都静了下来。 看到是小豆豆在唱歌,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,都跑到外面,齐声唱了起来。 不知不觉间,大家肩并着肩,手拉着手,排成一队,围着学校转起了圈,一边转着圈,一边齐声唱着。 其实,说是齐声,不如说大家是在齐心唱歌,但孩子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,只是觉得很好玩,很开心。 所以,孩子们一遍一遍地围着学校转圈,一遍一遍地唱,八学员好学校,走进去一看,还是好学校。 校长室里的校长先生,听到孩子们的歌声,会多么高兴啊。 当然,这一点,小学生们并不知道。 对于教育者来说,尤其是对于真正为孩子们考虑的教育者来说,每一天都会遇到数不清的烦恼。 更何况,像八学员这样,在各个方面都与众不同的学校,更会受到意见不同的人的批评和非难。 在这种环境中,小学生们的合唱,对校长先生来说,是比什么都珍贵的礼物。 孩子们毫不厌倦地唱啊唱啊,一遍又一遍,那一天,八学员里的驱逐林,比平时的任何一天想的都要晚。